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我到您楼下了 可能到早了 我就是想问问您现在方便吗 要是不方便 我就在楼下咖啡厅等一会儿 等到了点我再上去 于先生 方便 您上来吧 那我开始了 我朋友说他长到十六岁的时候 爷爷身体越来越不好 没有办法再干活 他也就不再当庞平生了 他每天骑着三车车代替爷爷 从他们居住的地方 骑行一个小时的路程 去城里收垃圾 ik av ak 明镜依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黑白之外的颜色 他说那一抹红色让他上演了 从那以后他走去那盆田野 我特别想问一下 一个从小就是色盲的孩子 会一下子看到其他的颜色吗 理论上来说不太可能 但是他很肯定 你的朋友是说 他只能看到那一抹红色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说他为了他不但查不思犯不想 而且开始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